还真重 真的很重 要照顾弱势家庭的春节平安带 再重也要扛起来 不过全台2300万人民的未来 总统就重责大任 侯友宜若是也想扛 还得先米平党内战乱 怎么要让侯友宜能够出来 也蛮重要的 我觉得说就是国民党 精锐进出都没关系 最强的人都出来 我觉得都是一件好事 这是放话放马过来吗 但除了最先表态 愿意出战2024的赵绍康 张亚中也宣布再战总统大位 然而来因潜在人选 还有侯友宜及朱立伦 甚至在野大联盟 柯文哲 郭台铭呼声也很高 是该联合辞要敌人 打击主要敌人 还是选择自己人 未来不但要够考以外 更应该不分你我 不应该执行 也不应该分任何党派 大家好好的团结在一起 欢迎所有非绿阵营的朋友 不管原来是白色 白色其他颜色 单靠国民党的力量 怎么够 我们必须要团结大家 诸侯之间看来在党的结盟上 有初步共识 只是国民党自己要派 谁还没桥定 党内初选机制又尚未出炉 就怕重演2019年群雄内乱 分裂巨马 很多人也在产生 到底谁适合选总统 谁该选总统 但是规则没有出来的话 个个有机会 个个没有把握 大家都不知道自己 符不符合资格 侯家军对党中央的喊话 似乎跟侯友宜 现在的市长职务解套有关系 TVBS新闻 董事长安科先被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 掌握趋势 请订阅 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